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刚过去又秋老虎是吧反正温度啊也是一直没下来咱们就说前几天那三幅天啊老北京讲话也叫桑拿天为什么叫桑拿天呢说这天气啊热得跟蒸桑拿一样往那一坐什么也不干得浑身大汗就跟蒸桑拿差不多 过去天一热家大人就喜欢赶着孩子去睡午觉 为什么呢这一来呀孩子要上学睡个午觉省得在课堂打喝水 二来呢孩子要不上学也省得在家里闹腾听着烦 那大人对付小孩嘛老一辈就讲这不听话就打 放下出孝子嘛是吧有时候我也纳闷怎么就光是孩子听大人的呢 就没让大人听过孩子一回有朋友就说了小时候打不过呀 等打得过了他们又跟你讲道理了是吧想想还真是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天一热大人就赶着孩子去睡午觉去 我大小就习惯了所以到现在哪怕就有空调天热的时候中午吃完饭没事我也习惯睡个午觉 那天就是我吃完饭打算睡一觉刚上床眼睛还没合上呢就听见有孩子在外边哭 哎哟哭的那叫一个惨呢挺好的一个中午睡不了了 一般孩子这哭也就好不了嗓子家里大人一哄就好了 那天我就越听越不对劲一直哭一没完没了 我心说要不我瞧瞧去是吧反正睡不着我看看去出门一看好家伙一堆人啊 又是消防又是物业还有不少的街坊 仔细一看有个邻居打孩子呢 也没人管这哪成了 我说怎么真没人管我赶紧问问吧 我怎么回事啊是吧 结果一问才知道这孩子在家里闲着没事干趁大人午睡啊拿肥皂盒放在天然气上煮毛豆 哎哟差点把房子给点了这大伙都说这孩子太馋了听完这事给我下的也不轻 你这要是着起火来那是真了不得 但是过后您想想孩子嘴馋不是也是正常现象吗 是吧谁没馋过呀 在座有一位算一位啊我敢说小时候都馋 那时候不说别的连吃糖都不多 是吧那年月谁要是出门口袋里揣上三五个水果糖 都得引到后边一帮光屁股小孩追着那就甭说别的了 就因为馋我都挨过他 那是为了吃什么呢糖饼 那其实就是那个画糖仁 外地大人都管他叫糖画 也有的地方叫法不太一样 我觉得大家小时候都应该见过啊也能吃过 你就是拿糖画龙啊画虎啊 只要是做糖饼的手艺人自己都能画得出来都有 是吧怎么做呢 就是拿糖放在小锅里边搁在锅里画开了 拿勺再把糖捞出来啊就这块啊在石板上画 画的时候呢有时候你还没整明白怎么回事呢 他那画完了这倒不是人家怕偷手艺啊 这糖画不像别的有个画稿什么的 这糖离了火这就凝固的快 手艺人得赶在这糖凝固之前赶紧得画 啊这么刷刷点点几下的功夫 甭管画的周正不周正都得赶紧画好了 画完之后拿个竹签一蘸哎然后再拿小刀 把他缠起来就这么个小玩意花费不了多少糖哎 我们就有小伙伴为这挨过大 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啊讲究一个计划经济 每一家有多少糖有多少米面都有树了 没什么富裕的给孩子买这买那 但是孩子馋呢 卖糖人的也聪明为了生意好做拿两管牙膏皮就可以换个糖画 说到这啊有年轻的朋友就问了今他拿牙膏皮干什么去 是吧 是您拿俩牙膏皮换一糖画那画洋画的拿这俩牙膏皮干什么呀 哎这啊得跟大家解释解释那年月计划经济物资很缺乏 对于很多东西都讲究在回收利用 那么这牙膏皮呢也跟现在不一样是用这个签做的 那么签可以拿回去再卖钱呢 所以说卖糖画的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啊 两管牙膏皮换一糖画一般人家呢 家里的牙膏皮都攒起来 自己卖了给家里添个进去 那么虽说是家里能攒 但这牙膏也是挺金贵的 是吧 家里每次用的时候大人都得有个数 挤多了来我给你匀点 一管牙膏也得精打细算 就匀着实 当然了这是大人的想法啊 孩子不一样 早年间走街串乡卖糖画的来了 往胡同口这一蹲 扁着两头挑着那俩筐 这头放着炉子 炉子上画开的糖 顺着小风一吹 站的老远提鼻子一闻 就能闻进那股香味 那头筐里边放了石板 下边筐里边专门放了收的牙膏皮 啊 上面放一个板板上呢 画着各种各样的画 中间有一个可以转的竹片 卖的时候给了钱 或者是给了牙膏皮 就可以在这板上转这竹片 等竹片停下来 哎那个尖指着什么 那他就卖给你什么 这玩意运气好 能转一个大公鸡啊什么的 运气不好呢 就一个糖包还倍小 说白了就是靠手气啊 输了怪老天 那当然了 这是靠转圈的 还有那我多给两分钱 指定要什么画 只要你叫的出名了 甭管是山中走寿云中宴 十二生肖 还是张飞赵云 他都能给你画出来 画的时候呢 甭管是买不买啊 是胡同口 还是学校边上 保管是里三层 外三层围着一帮孩子 那倒不是排队买 有些时候就光这么站边看 那看他画都挺过瘾 小孩嘛 一半好奇一半馋 往糖花摊在门前一站 一两个小时不再挪地方呢 都能站得住 您比如说胡同口来个卖糖花的 孩子们围上去买了糖花的 特别是那种赚得了大公鸡的 那个哭 喜上没收 你瞧瞧 我这两管牙膏皮 得这么大一堂框 旁边小伙伴看了就馋他 遇着那感情好的 拿边上给掰点 遇着那小气的自己吃还不算 还得美的 叭的叭的嘴 撩在边上的人呢 就心里一个难受 家里条件允许的呢 回去管大人药 兴许 哎 要个一毛五分的就过来买 条件差点的呢 就翻问家里有没有存的牙膏皮呀 是吧 哎 有个朋友也是馋 回去家里啊 没人 只好翻牙膏皮呀 翻了半天 没翻牙膏皮 倒是翻出来一管新牙膏 你再一看呢 家里用的那一管还有半支呢 那那怎么办呢 哎 他也有主意 拿碗呢 把这两管牙膏全给挤进去了 啊 他得了什么糖花我记不住了啊 就听说晚上回去挨了一顿男女混合双胆 他把他妈一块打的那还不是吗 男女混合双胆 那么说这糖花就这么好吃吗 哎 我小时候反正挺喜欢 那时候我还想过 那等我长大了 我买一卡车糖花吃 当然也只是想想啊 现在我是真不爱吃糖了 可能也是年龄大了 嘴就没有那么馋了 后来有朋友说这你就不懂了 小孩爱吃糖 不是因为馋嘴 而是因为需要 哎 我一听这有点意思啊 这个 那么这么说他跟别人说的不一样啊 但是就得问他您这有根据吗 哎 他说有啊 BBC曾做过一个实验 两个双胞胎兄弟一起参加实验 本来是为了测试到底吃糖容易胖 还是吃肉容易胖 结果呢 在实验中他们发现两个兄弟在一个脑力测试中出现了明显的极大差距 吃糖的记忆力强反应迅速 人家吃肉的呢 这记忆力反应速度和计算速度就明显差不少 那再进一步研究发现 人体内60%的糖分都是被大脑消化的 而且在大脑中啊 很多重要的部分只能依靠糖来完成工作 缺乏糖分的人大脑运作速度明显降低 所以说爱吃糖的孩子普遍都比较聪明 哎呀我后来在网上一查还真有这么个纪录片 这就让我想起了画糖画鼻祖的故事 说这糖画画他的鼻祖叫陈子昂 是个唐朝的文学家 这文学家特别喜欢吃糖 吃糖本来没什么啊 人各有一号 但是他喜欢吃的是把糖拿火上画开了 画成各种各样的画 然后拿到手里吃 那他是因为自己还有点才华 就想着上长安城 也就是现在西安去游学求官 他是个外地人呢 长安人生地不熟的 转来转去 也没有找着个好门路 结果有一天他拿糖画在街上溜达的时候 闯了祸了 怎么回事呢 他在街上晃悠的时候啊 正好遇上武则天他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小太子 溜达出去玩 小太子往他前面一比划 说这个你给我看看 陈子昂不知道他是太子 一看他这孩子也就没跟他计较 哪怕就给了他了 他给了不要紧 小太子一看 哟 就这玩意好吃啊 不但好吃还好看 特别喜欢 回了皇宫就跟当皇帝的李治武则天两口子闹 八两口闹了半天也没闹明白他要吃什么呀 就只好让人在长安街到处找 哎呦这下子把陈子昂可算给找着了 当时把陈子昂吓得不轻啊 不知道皇帝找的什么事 进了皇宫才知道小太子要吃糖画 哎他脑子转的快 说这糖画啊 得当场做的才好吃 就这么当着皇上的面一画 他本身就是读书人呢 书画都不错 皇上一看他这手一惊了 顺口说了一句 嗯 糖饼不错 打这起 糖画就有了正经的名字 叫糖饼 后来陈子昂也很受宠啊 一直做到了幼时仪 退休之后在家里闲着没事干 又把这手艺交给了自己的徒弟 你现在想想陈子昂能成为文学家 可能也是跟这吃糖有点关系 当然这画糖仁啊 也叫倒糖仁 还有一种叫吹糖仁 这个出了北京城 这不多见 嗯 天津 有 别的地方可能我逛街少的原因啊 这没怎么见过 那这吹糖仁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我们小时候挺常见 挑着扁的 一头放着圆笼 木架下边的圆笼里 用这炭火热着糖溪 上面架着个木盘 木盘上头装着两层木架 木架上横着插满了各种糖仁 啊 有小鸡 小鸟 小葫芦 小猪 有时候还有孙猴 都是小孩喜欢的这些玩意儿 另一头挑着箱子 里边放着木炭 卖街杆 累了就拿着箱子当板凳坐 吹糖仁的呢 跟别的不一样 不吆喝 手里拿着个小铜锣 走到那敲到那 只要是他这铜锣在门口 慌慌这么一响 孩子们就知道了 吹糖仁的来了 有人要买 那就停下来呀 打开锅盖 热气腾腾 甜丝丝 弄点化开的糖溪 手里蘸点淀粉 把糖溪搓成球 压个坑 再这么一拉 跟变魔术似的啊 就变成糖管了 当然 吹糖仁嘛 关键还得靠吹 卖糖仁鼓着腮帮子 顺着这个细管 往糖包里边吹气 一边把这糖仁 像气球一样吹起来 手里还不能闲着 这就得赶紧给糖仁拉样子 把这吹胀的这个糖泡拉长 按照想要的样子做出弧度 给糖泡翻出样子来 有时候用这小剪刀啊 或者小钳子 帮忙加工一下 吹好了 拿麦杆 蘸点糖溪 蘸在下边 那有时候 孩子们光看不买 他也不着急 就自己一个人吹着玩 吹得了 插在木架子上 整整齐齐 亮亮晶晶的 是吧 吹糖仁 还有一特别的 就是孙猴 吹好了之后 在背上开个小洞 往里倒点糖 吃的时候呢 拿个碗 在猴屁股上戳个眼 哈哈 看着糖啊 慢慢的流出来 这叫猴拉西 黑小小孩就爱看这个 主要是觉得好玩 等糖都流出来了 也玩的差不多了 再把这糖仁吃着啊 嘎嘣嘎嘣脆 这么嚼了 没有什么比这个再高兴的了 听说吹糖仁的祖师爷 跟话糖仁的祖师爷还不一样 吹糖仁的祖师爷呢 我一说您就耳熟 叫刘伯温 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 刘伯温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士 据说这人啊 能瞎会算 又会打仗 他帮朱元璋把江山打下来之后 知道朱元璋不会给他留个活口 所以呢 赶在朱元璋把这些开国功臣都干掉之前 他先跑了 那他那头跑了 朱元璋也是派人追啊 正所谓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是吧 刘伯温再聪明 他又能躲到哪去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 哎 就这么个功夫 有个挑糖卖的老人 救了他一手 俩人换了衣服 刘伯温为了躲避追兵 就换成这么身衣服 就把这个追兵给躲过去了 所以他呢 就这么一直挑着糖走 在卖的时候呢 又从糖画呢 得到了启发 把糖加热 变软 吹成糖仁 那么因为他卖的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呢 生意很好 很多人都跟他学 就这么着 所以有了吹糖仁这个手艺 当然这也都是 只是民间传说 吹糖仁到底是不是刘伯温发明的 谁也不知道 就听说吹糖仁的手艺人都拿刘伯温当祖师爷这么拜 那甭管是画糖仁还是吹糖仁那都是过去民间那个老手艺了 小孩放学回家手里捏糖仁不管是画的还是吹的样子好看边走边玩那也是一种炫耀 这就跟咱们做得了新衣服出门那去都得闲着闲着去是吧 等咸们够了再把糖仁吃了 这么着那里子面就都有了 糖仁本身其实并不复杂 翻过来调过去也就是拿火上画开了 画个糖仁或者吹成糖仁 但是就像这个手机更新换代一样啊 糖仁还是这么做 但是又玩出新花样了 您比如说这个画糖仁 哥以前画完了竹签一战 这一个就算成了 现在不光画一个了 画完了再一个个拿糖给它粘起来 那这庙会上我见过啊 画了好几个 比如说画几朵花 各种颜色都有 不止原来那种金黄的麦芽糖 那还有绿色的糖 画成叶子 拼接成一束花 再拿点糖稀一起 给它粘起来做成一花篮 有棱有角 立体的 嘿 这还真挺不错 那么有朋友就说了好是好 就有点贵 当然呢 是吧 人家花那功夫也多 这都是应当应份的 不行 您有机会 您自己去看看 那么就画糖仁 有了新玩法 那吹糖仁的呢 现在有些朋友就说 那些吹糖仁的呀 里边有口水 万一带病 这没辙 哎 这个 有些搞小食品的 都要去做那个餐饮体检的 带不带病 咱们先不说啊 里边有口水 这个现在的手艺人也有办法解决了 拿吸管来啊 套在糖包上 你这头自己吹 他那头捏 这里边反正要有口水 也是您自己的 对吧 当然让食客自己吹糖仁 这不算升级 那为了更快的做好 这吹糖仁 现在有不少店铺 都有一种素糖仁 什么叫素糖仁呢 雕塑的素啊 素糖仁 就是他有一套 一切两半 中间空心的这么个模具 把裹着吸管的糖包 网里这么一放 使劲一吹 糖仁就按照模具那样子 吹出来了 这种素糖仁 这个就不光是老北京才有了 外地也不少 主要是不需要专门学这个捏掐修剪 往模具上一套 一吹气就好了就得了 这种办法反正总觉得 差了那么点意思 是吧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像工业化流程一样 你这要什么模具都有 要人的 要花的 葫芦玉米 小金云 拿模具一套吹完就完事了 过去的老艺人要是见着这种 估计大多都不太喜欢 觉得工业化糟蹋了这手艺了 这就有点像老北京的兔爷 兔爷是兔爷 可每个做兔爷的手艺人 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不管是化堂仁也好 吹堂仁也罢 又或者说是素堂仁 反正我都觉得这都不是事 关键是咱们吃的心情 这里边包含着咱们中国的文化 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多少见过 这花堂仁 吹堂仁 素堂仁的 有机会 您可以上旅游景点去 有的稍微偏点的景点 那门口 还有干这个的 咱们可以看看 这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老手艺 得嘞 今儿就聊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